可以说它是加勒比海一个很大的岛 都在古巴逗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够不够这久 是啊 加勒比海美国风情的一种玩意 海鸣威曾经常帮衬的一间酒吧 Mokito 记住啊 不是Mosquito 不是乌鸣 究竟享受我的人 还是享受我的声音 欢迎收睇哲雷分享 我是今集的主持Ricky 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请到一个香港有史以来 最熟南美洲的风云警队 我身边这位就是Virginia Vilo 简称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请你上来分享一下在中南美洲一些我们的点定 是的, 其实好像呢 中南美洲呢, 最近我都是在 2月底呢, 我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古巴啦 墨西哥 和这个玻利维亚之类的 都是加勒比海呢, 他就没有这个旅游季节的 基本上他和墨西哥呢, 整年他都可以玩得过古巴 听闻古巴呢, 在我的印象上呢, 来不开的东西 包括就是 雪他啦 我们一个古董车啦 又有很多欧洲的建筑物啦 还有一个海明威啦 还有一个好像叫做截古华拉 哇, 其实Ricky 那你对古巴的认识呢, 都一点都不弱啊 那古巴呢, 其实呢 对于我们呢, 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它是位置于这个墨西哥湾 一个岛 那因为呢, 它是现在呢, 当今呢 仍是在行一个 我们叫做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 所以对于呢, 外面有很多人给它的认知呢 就好像觉得很遥远啦, 很陌生啦 那古巴呢, 除了有雪卡 你说对了啦, 士嘉很出名啦 那接着呢, 古巴呢, 亦都是呢 在上个世纪大约是三四十年代 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这个就是Hemmingway 海明威啦 那它也都在古巴逗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哦 够不够厉害 是啊, 那就 后来呢, 之后呢 因为你知道古巴呢, 行这个社会主义了 所以就变了很多 上个世纪 星色犬牙 很多美国的建筑物流了下来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刚刚正正就是你所说的 嗯, 我们旅行团必定会去的哦 就是我们在古巴 Havana, 我们坐这个古董车啦 这个是一定一定呢 是不可以错过 给你体验了呢, 上个世纪 大约是二三十年代 它那种 很加勒比海 美国风情的一种的 玩意来的 那听你这么说呢 都挺有趣味啦 又有一些很漂亮的古董车呀 又有船卡 那样, 但是 所以, 经常都很多人担心 那那里究竟是不安全的呢 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即是一个共产国家 正正呢, 因为呢 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所以呢, 变成是某一些的程度方面呢 跟我们的西方呢 或者我们的 现今我们的香港呢 可能有很多的制度呢 它们不同的 但是在那个治安那方面呢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譬如说, 甚至乎夜晚刻呢 很多那些外国游客 他都会走去呢 去喝酒 有很多那些的酒吧啦 小酒馆啦 甚至乎呢 以前呢 凯明威呢 曾经经习惯衬的 一间的酒吧 我都听过 那杯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那杯叫做Mokito Mokito 记住啊 不是Mosquito 不是乌鹰啊 它基本上是一些 我们叫做Lime Juice 青檸汁 加了一些叫Rum酒 Rum酒呢 就是计这个雪茄之外 古巴另外一种的国家的一种的国饮来的 甚至乎呢 因为这个Rum酒 你知道它都赚了很多来回的吗 不用理 所以呢 我们呢 去这个古巴呢 所有的人呢 都会有机会试到 古巴这个 所被语为的国饮 叫做Mokito 不过最后一个 都挺关注的 你知道呢 时下我们香港人出去旅行呢 都机不零身 电子器官一定更新的 那边好像说 那些人很乐的 电讯好 那些设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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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Ricky 我就觉得呢 应该呢 所以我们改变一下大家的观感 那些想法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大家知道呢 古巴其实现在呢 慢慢开放 在一个正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开放的时间呢 在过程中我们要让它慢慢去走 不会是一步登天的 所以现在用的手机是相当普遍 不过WiFi卡在香港暂时还没买到 但因为一般我们住的 全部都是国际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所以基本上我们用它的WiFi 很多时候酒店都可以提供这种服务 而且它也挺强烈的 收到信号 就像我们公司 在Havana 一间很出名的酒店 那个就是Kampinski 中文叫来宾斯基 很漂亮的 非常西班牙情调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大家 古巴这个国家 没有旦游的旦季 因为加勒比海的天气 所以基本上整年都可以玩到 它的温度基本上是徘徊在一年里面 大约是20度至32度至33度之间 你说到Ricky 在这样的气氛下 由加勒比海的风情 再加上那里的生活水俱 不是太高 因为它还是社会主义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 刚刚所说 如果我刚刚问到 有没有WiFi 电信公司网络的问题 如果我跟着你 我电话可能不太好 我觉得也会很享受这个旅程 我给你 究竟两次没有个人 一人两次用个声音 这些好各方言